南加州的美食为名 全美国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发现有好吃的餐厅 不过这个星期的美食任务很不一样哦 因为我们要带您来到这个地方 到饭店里头去享受这里的美食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食人物带我们吃一遍大江南北 很多好吃的我们都试过了 今天的相当不一样 因为在很多新式旅馆里面的附设餐厅 其实里面可是别有洞天哦 一直在今天美食用力 我们在这么磨刀的旅馆里面 带大家去看看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跟我们一起来 走 看着满桌丰盛的美食佳肴 大家一定都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真的是旅馆里面所附属的餐厅吗 其实在旅馆里面吃顶级美食的概念 这几年早就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新趋势 拿这道甜菜烧烤虾鱼 和黄奇鲑鱼做个例子 一块一块顺着鱼文切下 当面手儿里面有深的高级鲑鱼片 它那个健康和日式水果醋混合的酱汁 就是又漂亮丢了吃 当然旁边这道朝白的前菜 与你先下鱼鱼饼 可更是日本菜和莫西哥菜的混血哦 上煮菜前当然要先尝尝新鲜的沙拉 别以为这一盘沙拉看起来分量少少的 它可是相当的精致哦 各式的生鲜蔬菜 小黄瓜 番茄 小欧美 很开心哦 在林上味道有一点甜中带着 微酸的柳橙香醋 完全兼顾营养和健康的需求 不过在接下来这道 可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纯正美式的鸡鸡牛肉汉堡 旁边还有炸的爆香的甜马铃薯薯条 爱吃后的朋友们 统统都在头下哦 我们的Element's Kobe Burger 它是美式的鸡鸡 这是美式的鸡鸡肉 它是美式的鸡鸡肉 它来自鸡鸡鸡鸡 或者普通的鸡鸡鸡鸡鸡 我们把它搅拌入 它是叫做红鸡鸡的红鸡 我们做了我们的 像鸡鸡鸡的鸡鸡 我们搅拌入它 一小块的黄鸡鸡 当你把它搅拌入它 它是很大的味道 很棒 很棒 美式的美食如果还不过瘾的话 拿去再端上鸡鸡鸡鸡鸡 色香味俱全的意大利面 倒入衬底 上面结合新鲜的海鲜和蔬菜 好 吃肉 美式就文明的法式料理烤羊排 在Double G 鸡鸡鸡鸡鸡鸡 竟然也吃得到哦 尤其是探考纽西兰羊肉排食 煮上一层芝末 包含新鲜薄荷叶的许多香料 一起送进烤箱 烤起来外皮酥 而且肉质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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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鸢鸡鸡 还有蔬菜 还有水果 与老头们也都很难挑剔啊 别看主角阿托年纪轻轻的 他可是从洛杉矶市中心 五星级旅馆Omini Hotel出生的哦 所以在今天的主角秘诀中 他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看看我一排的技巧到底在哪里 阿托年纪轻的 阿托年纪轻的 如果带群家大小一起来 感觉更是完全的不一样 而且平常从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七点 阿托年纪轻的优惠时代 真的是既经济又实惠的好选择 说完饭以后来到来 Sport吧 休息一下 看看电视 随机会就来跟好朋友一起 看个飞 所以东森美食物 最高 老师在哪里 吃什么 看这里 东森新闻带你吃片 洛杉矶最受欢迎的餐饮 各种不同风味的主厨料理 酱心独聚的美食创意 美食任务一一让你大饱口福 美食任务专辑由USBankar Service 特别赞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